进KTV的时候,我对自己说过 30岁之前一定要跳出来,不然 哈喽,大家好,我是Oring Tan 我是在学校区Chelass,名门茶茶亭 我这里有卖瓦包衣面,瓦包老鼠粉 衣面,我这边的料会比外面的多一点 有5样料 主要是猪肉丸 猪肉碎 还有那个虾米卷 跟鸡蛋,还有那个鱼饼 因为当时MCO已经接近2年 外面没有工作 也是没有请人 然后我就在家待了半年 然后刚好朋友找到我 做直销那一行 做差不多一年 我找不到钱,我就想办法跳 给自己一年的时间 没有找到钱我就跳出来了 然后刚好朋友找我做肉干 之后我就拿了几千块去 试下做,看可以赚到钱没有 不过好景不长,也是做一个月半 也是亏了一点点小钱 之后就在那个时候 我这间茶室的朋友就问我 我有兴趣要做吃 因为当时我的银行只剩几百块 没有钱 所以我就想想私下无妨 就私下做 我爸爸从小就离世了 我大概八岁,我爸爸就离开我了 我妈妈照顾我跟弟弟两个 到现在 我做过很多份工了 其实我十多岁 大概十三岁我就出来打工 慢慢找到的工,人工要比之前的高 就慢慢做到最后,KTV找到最多钱 之后在那边我也做了差不多四五年 四五年我也看到钱 那边的什么,可以讲见不到太阳 因为上班时间都是七点多 七点半开始上班 然后就可能到早上 可能就半夜三点才上班 以前我做夜场的时候 很多人都讲我没有血色 眼也是白白好像僵尸 然后就你对到那些客人 也是很多吸到他们的二手眼 也是对身体不好 熬夜 也是做24小时没有了睡 你来的钱快,可能用的快 到我做了这行 我觉得那个钱多少不重要 用的适合最重要 KTV我是没有想过回去 因为我进KTV的时候 我对自己说过三十岁之前一定要跳出来 不然接下去的日子 你就一直待在夜场这样 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 我也是刚刚结婚不久 女儿就是肯定要用很多钱 现在的动力 唯一的动力也是 是女儿了 之前单身也是 没有想这样多 现在有女儿了 就一直想赚钱养女儿 开始我是刚好我看着Facebook的时候 我看到有人post 类似这样的东西 我就心血来潮 我吃着甜品的时候 心血来潮 我就写一段东西这样子 看有没有几千个赞 哪里知道就站越来越多长 我也吓到 下面有留言的人也是比较多 过后有过来尝试 也是有一些网友过来 跟我说声加油 或生活过下去 希望大家多多来支持 我们这间名门茶餐厅 我这边做瓦包老鼠分的 谢谢